为了让地区小朋友认识亲近家乡农作 春复号日前办理给孩子们的杂粮课活动 吸引将近30位亲子参加 除了听取讲师的介绍之外 还让亲子们动手拔高粮 品尝搂随个当起一下午愉快的小小农夫 亲子们来到金沙阳山聚落农天一角 听取退休老师陈德泉的解说 认识北扫种高粮农作 由于现在小朋友很少有机会参加接触农作 听取完如何收割高粮之后 迫不及待地动手拔起比小朋友高近一公尺的北扫种高粮 你扒了几根了 有这么厉害 厉害哦 觉得好扒吗 还可以哦 高粮是金门的特账 然后就觉得这样有东西对孩子来说蛮有意义 而且108课当其实就是做中学 然后生活上要 是在生活中学课当的精神 低一点 嗯 家长群生 然后就刚好 这间是带学生来还是带小孩 带小孩来 对啊 我们家是小座 但是没有办法体验 他真的浓室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是怎么样啊 他不是小的 他是炖掉的 来我下面一点 所以就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就对了 对对 北扫种种植之后可高达两公尺颗粒成红色 而且碎软下垂是地区在1962年从中国东北引进 一直是金门高粮的主要栽培品种 而且高粮除了收成的搂碎之外 稻杆还可以做成扫把 早期还可以来当作柴火烧 是让来参与的大朋友小朋友 让他们了解金门的本地种 北扫高粮 它的整个成长的过程 包括粽子 包括海收 到最后 怎么样把这个高粮杆送回家 脱离 脱离之后 地上部分呢 可以带干之后 可以用来绑造榜 总之 可以用来做高粮镰高 地下的部分呢 在早期是可以当成蓝料 现在区域有瓦斯 以前没有瓦斯 全部都会当蓝料用 今天剩下的这些是配合今天的活动 才留点 所以待会要跟他们介绍 怎么样收割 别找比较特殊一点 不高度很高 大概就一两公尺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采收不方便 怕台风 所以后来农业单位就从台湾引进 比较矮性的 而且那个税拙是比较紧密的 教职退休之后 陈德权仍然是嫌不下来 持续的耕耘农作 当个快乐的农夫 现在看到小小朋友 共同来参加 人家认识地区高粱农作 相信农忙的时候辛苦也都值得了